旧金山现任捷运董事局中唯一华裔也是最年轻的董事 年仅32岁的李正元近期提出免费捷运的大胆设想 希望让公共交通更加可负担 增加乘客量 打造捷运成为世界级的优秀交通系统 他总结过去一年捷运已经实现向低收入人群减免20%的车费计划 今年他将推出捷运大使计划 在捷运增加更多的执勤员工 更方便为乘客服务 星岛记者徐明月旧金山报道